有很多人都向这位保姆是相当热心的 来看这位一宵 就在冯甲大学的巷弄里面 他一间相馆店内有24小时 都是无线电的声音 包含柜台啦 客厅啦 房间 到处都摆着无线电 照相馆为何要摆无线电 老板不差吵 天天都守着听 因为他就是一宵 一当20多年了 出入大小火场 英勇救人 此期彼落的无线电声音 环绕整间照相馆 徐维藤忙着整理照片档案 耳朵可是竖起 仔细听着 无线电另一头传来的灾害讯息 一停到附近有火警需要救援 他就会飞奔到楼梯间换装 即刻冲出相馆就再去 这股热忱从徐维藤19岁那一年萌芽 当年他和弟弟发现老家隔壁唱片行大火 二话不说加入救灾 救人救到自己鞋子都不见了 也不晓得 后来为了帮助更多人 他加入一宵 进入火场畏惧不会 是说要有心理准备 要知道什么地方有危险 要先从哪里做起 2017年7月缝甲气暴 就在他相馆附近 当时他也冲第一 跟着其他一宵及消防员加入救灾 他还拿出专业 第一时间用相机照下现场 回传灾情 就是这股使命感 让他的儿子和女婿也深感敬佩 还跟着他一起加入消防行列 太太会不会担心每一次出入火场 这个就会了 他们就会了 说出门总说注意 小心了 家里从柜台 客厅 房间 到机车 摆满无线电 徐维藤连睡觉都在听 只为了有效率掌握每一次救灾任务 这么一当二三十个年头过去了 头发花白 也没消磨他的理想 他开玩笑地说 自己还有着一身好体力 希望能继续救人 记者王世函 校医夜报道